春天来了 气温升了 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延长了 这个季节更要注意保护好皮肤 让皮肤别太干燥 少出点皱纹 昨天我查到了从日本的皮肤科女医生视角 而得到推荐的日本最佳前三名的化妆水 然后就直奔我家附近的药妆店 Matsumoto Kiosi 把它们买回来了 我也在这儿分享给大家 以前说过日本的化妆品 近年来都是普吉普拉 就是廉价高性能 我把这三款的价格也一起报给大家 你们自己来判断一下是否算得上廉价 也欢迎在评论期留言告诉我 第一款是叫Melano CC的化妆水 其实这一款没买到 你看货价缺货 看来它还真是一款春天里人气的化妆水 不过也不影响我介绍 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款着重防色斑 并含有维生素C的美白系列的化妆水 因为其中维生素C有导体的成分 以及抗坏血酸 有去过氧化物和抑制黑色素形成的作用 所以这一款是属于比较强的维生素C类的化妆品 其中有抗炎症作用的成分 肝草酸二钾 所以它不仅有对青春痘的预防作用 因为痘痘留下的斑痕 色素纯着 以及毛孔粗大的皮肤 也很适合于这一款 它是一个170毫升的瓶装 价格是711日元 大约相当于7美元左右 人民币也就是45元左右 另一款是名叫奇弗莱的化妆水 它虽然也是维生素C类的 但它的美白成分是另一种 叫做L抗坏血酸2葡糖钢 虽然不像MelanoCC有那么强的抗氧化作用 但是奇弗莱的其他成分 比如甘草酸二钾 海藻糖 透明脂酸 这些成分都是很有效的 保湿和保护皮肤的成分 所以这款对于皮肤敏感性的人来说 很适合 医生说 尤其是对于那些用了化妆品 就感到皮肤有刺激性的疼痛 或者不适的敏感性的肌肤来说 他更推荐奇弗莱 他认为奇弗莱对敏感性的皮肤来说 是一款比较安全安心的类型 而且这款是价格上更优惠的 180毫升的瓶装 消费税后的价格是880日元 相当于大约8美元 也就是人民币50元左右吧 尤其是对正想给干燥的皮肤 多用点化妆水的自己 那这款是最适合不过的 这两款虽然都是卫生素C类的化妆水 第一款 Melano CC的特点和成分 更适合于偏油性的皮肤 就是适合于更年轻的肌肤 而起伏来偏向于干燥性的皮肤 年龄大约25以后到30多岁的皮肤 虽然也不那么绝对吧 大概可以这样区分来使用 年龄已经40出头的医生说 他本人更青睐于这款叫做 Aqua Labelum的化妆水 因为这一款并没有卑生素C的 美白成分 而取而代之的是 兼胺甲黄酸这种有美白功效的成分 这个成分的作用是通过抑制 表皮角化细胞的蛋白分解酶的作用 而发挥一定的抗炎症的效果 也抑制皮脂腺过度的分泌 因而也通过抑制了接受 炎性物质而合成黑色素的这个环节 那这一点呢 就是防止过度的日照 而使皮肤形成黑色素的原理 他对已经因为过度日照 有一定损伤而变黑的皮肤 也是很有益处的 他含有一个更突出的特点就是 他含有一个可以使皮肤的弹力光泽 都提升的成分 是黄醇棕铝酸质 这个成分也是维生素A的诱导体 是属于守护型的维生素A类 医生说 平时如果有对维生素A类化妆品脱皮的经历 那那些化妆品 大多都不是守护型的维生素A类 而这种氏黄醇棕铝酸质 是有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功效 所以它有提升皮肤的弹力和光泽的效果 这一款呢 更适合于40岁以上的女性 尤其是那些既想美白 也非常想抗皮肤老化 防止皮肤松弛的女性 它有些偏贵 200毫升的瓶子外面 还有一个讲究的盒子保障 价格是消费税后的1728日元 大概合16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100元左右吧 以上就是日本皮肤科女医生推荐的 最佳廉价 而且也高效能的化妆水的前三名 我想介绍这些化妆水的目的是通过具体产品 所含的有效成分来了解化妆水 了解了不同成分 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皮肤 这样再买化妆品 我们就心中有数了 好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